大家我是半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大关 关战也把团长速散之魂先知心理勘探野人 还不错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蛮能打的 蛮抗打的 然后在开门战的话 野人勘探 如果说野人有猪 勘探有比较多的磁铁 我觉得穷者保平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真剩的话呢 就不好说了 这边的话先白打一道 这个追刀刷个存在感 对吧 要不是野人的话 其他人可能都要吃一个刀伤害了 然后这边张黄开了进的摇灵一刀带走 对于那个团长来讲 这个开局就很舒服了 现在的话 这边野人没办法嘛 那只能跟也跟了 这边找到心理也好 开始换装 骑驴找马 找到心理的话呢 是四刀 这四刀打完 先知的密码机和看到的密码机 我觉得都能撂 野人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去开耳修自己的机子了 所以说总的来讲 这把团长的这个节奏不会很快的 那他这边打四刀 这四刀打完真的 外面三台机应该 总量加起来是不会少于三台机的 这边丢伞封你这个窗口 好的 不敢干嘛 两刀打上 这两刀 第二刀有点快 这波丢伞丢的 很舒服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心理学 他只有这划山一条路往前走 那么只有这一个口子 说实话 这个伞丢完以后 当时心里没有别的选择了 现在的话 先知这两还是得给 我觉得这两还是得给 给完呢 这边 呃 一旦是 做一波成功的防守 这个局可能就是一个团长的真胜局 说这边想在打架 来得及吗 来不及吧 来不及 勘探员这边再丢子铁 这个椅子 不太够 他放一下 然后再把人挂上 我觉得也行 勘探员是这边交飞轮过来的 再顶我 这这这 这赛季初 怎么打得这么狠 打得跟赛季末一样 要羊哥 还是强啊 这个勘探员 保下来以后 先知如果说 现在再能够给到心里侠一只鸟 整个牵制将拉到三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快两分半了 这只鸟给上的话 再拖一轮 真的奔着三分钟去了 开吸魂 往前顶 前面有块板子 稍微卡一卡 对吧 我拖一拖时间 然后 我需要帮助 快来 有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也没关系 没关系 这波野人和勘探的一波小配合 打出了一个求者的优势 你要给上了 这是你要给上可以 我觉得这你要给上非常不错 你要给上 就已经是一个 求者的优势 这个的话 摇灵 叶刀弹 野人来救一波人 这边先知 勘探 最后三台机 其实都已经确认了 就只要这边能够 把人卡半救下来即可 现在的话 是一个黑魂 八秒钟 才能变白 野人的话 其实直接救 我觉得也行 因为直接救也行 这时候直接救了 赶紧拉开 这个是非之底漂亮 我觉得要看开门战了 团长这把的话 得看开门战了 这里看看员 还要来搞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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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丢了块磁铁而已 修机子 对 野人也 野人也管自己修吧 要不然机子 野人这边保一会也行 他这边的猪下了 感觉有点亏 直接在这边中场 对 保一会 速散的话 在这个位置 其实拿这个野人 没有太多办法的 他只能用蓄力刀 慢慢的慢慢来打 先知的话 这边跑过去 能顶下来吗 没顶到 没顶到就算了 没顶到就算了 待会再来救一波 机子的话 其实差了不多的 50 野人那台的话 应该是七八十 对 两台机子都已经超过60 速散这边的话往前顶 他压制穷者边的密码机 然后再回身过来 去管理那边的心理学家 这边的话 丢散 你捞不捞人 你捞人我直接切回来 你不捞人的话 我这边插眼 把密码机先给压住 然后回身过来 这一手 打一刀 救下来以后一个摇灵 这边野人是没有猪的 这边好像都不用 不用那个摇灵了 这波团长的一个控机子 回身打挂飞 心理学家 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 就是 已经看穿了一切 是一个最优解 他当时那波的话 你单管这边的心理学家不行 你单控那个密码机也不行 只有是两边同时控 或者说两边同时去进行操作 一边插眼 干扰你密码机 一边切回来 然后来逼你救人 这样才行 卡出了一个时间点 卡出了一个时间点的话 现在野人这边的话 门暂时不是很好开 勘探员这边位置被压住 野人齐珠 但这一刀直接没 野人的话这边走不了 一个蓄力刀以后 预判你走位 先知的门在开 勘探员的话 这边还在拔眼 这个门还要好久一段时间 如果说这边有机会 能够带走这个野人 甚至团长还能真胜 翻过来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留一个丢伞 留一个丢伞 54的门 丢伞还是吸魂 丢伞 因为丢伞有变黑 把你赶走 然后人先挂上 再过来 开大员这边能开门吗 87 好像开了 但是他能变黑 还能正一手 这边开大员知道 你能正一手 飞轮过来 摇零打断 但是有磁铁 人捞下来 先踩一个 五个眼 找住位置 然后 看待于还有一块磁铁 耀阳哥 这把要拖到野人交自己才行 要拖到野人交自己 野人的话 这边自己 因为被眼插得有点难 一刀 好的 先知回来打 先知回来打的话 等到挽留结束 先拖 先拖 这里的话 挂野人 他得换一个位置管 得换一个位置管 有耳铭 直接挂上 我觉得这边先知过来捞一手 因为他挽留结束了 先知可以卡着过来捞一手 捞一手以后 能看待于这边的自欺 可能就被拖出来了 他要这边干嘛 他要吸魂 让这边的先知捞不下 这个野人才行 这块板子 也下不了 开吸魂 能吸魂吸得住的话 应该还是一个多抓 吸魂吸住了 人救不下来 好的 这边丢伞 过来 要拦住这个勘探员 勘探员的话 再叙出一块磁铁 先知帮忙扛刀 两个人一起走 手牵手 一起走 先知 先知 小朋友 快来 人呢 离得有点远 先知还可以吸鸟 对对对 先知还可以吸鸟 这边 打一刀 想把先知先批走 能吸出这只鸟呢 有摇铃的 他有摇铃的 往回走的话 先知也只能跟 先知也只能跟 但是先知这个鸟 因为见面时间太短了 感觉这个鸟 不太好说 勘探员 刺铃 交出来 弹开 有丢伞 位置封住 好精彩啊 那和谐问题是 这边还有丢伞 先知是鸟 能不能吸出来 把先知台了 丢伞 那可能是四爪了 他这边下一个眼 对吧 丢伞 这边位置封住 这开战员是教自己的 这先知一十八回起不来 两秒钟以后 摇铃好了 四抓了 馆长这个开门战 能力还是强 非能躲到 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 这把的话 确实在 主要就是翻盘点 在于那一手 呃 干扰密码 同时丢伞回来逼救 那波确实打得好 改天伙伴们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